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,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,阿翔工作,稳扎稳打,网络节目,慢慢做出口碑,世界观news讯号角响起离开,时尚玩家两年鱼,在网络做闹着玩,做出另一片天,怪传当年老搭档莎莎,近来离开, 时尚,也将投入,闹着玩,阿翔没否认说,我们还有空间,加一个主持人,但前提是他不能太贵,浩翔和莎莎,都做过一零年,时尚,是过去,TVBS老陈,这些年电视台,太换兴趣,他们没意见,阿翔说,常有观众告诉他,看浩翔的,时尚长大,有一批人,看了我们一零年,但我们离开后,新的国,高中又去接受,现在接放的人, 一切重新开始,当他们长大,脑中时尚的回忆,就是由现在接放的人创造的,一代接一代,说到底,只是习惯问题,阿翔和浩子,严永烈虽到中年,但心中的热血不老,才另闯闹着玩,继续南来北往,吃喝玩乐,而且跟过去,时尚比起来,内容更真实,更随意,阿翔说, 例如我们去花莲,脚本直写花莲,住哪,其他都没特别安排,遇上突发状况,就随机应变,从草创时,财务拮据,如今多有进账,还加入四个女生心血,他笑说,拿到进账,先发给工作人员,和新秀女主持人, 他们固定月领,我,跟浩,列就有余钱在结算,先顾好员工,毕竟我们,还有别的进账,闹着玩,如今走透台湾南北,常在店里看到以前,为,时尚来出外景的照片,满满都是,青春回忆,阿翔说,这次去台东,浩子带着礼物,特别想去谢谢一家小吃店老板,因为当年,他跟老婆,私下来玩,身上没钱时,老板,便出一桌佳肴招待, 没想到老板刚故事,来不及表达,看着墙上当年浩子,还留头发的照片,心中满是感慨,阿翔工作,稳扎稳打,网络节目,慢慢做出口碑,编辑,宋男意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